啊 华尘太大了 他已经快到我肩了吧 所以每次我缩过肩都可以顶 Hello大家好我是BONNIE 那么这周的视频呢 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周对吧 我做了大概三周的101挑战 一周的多很多女子图结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我没有这样子单独一个人 对着镜头跟你们聊天 那么今天的setting也很特别 是在厕所 那么我们家在几周前吧 又搬家了 所以说搬家之后 我自己其实想要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收拾 我的洗漱台的一个方式 有几个目的我在呈现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达到 第一是有比较整洁 一个清洁的方式 这样子我自己也比较好打理 然后我也能够清清楚楚 看到东西在哪里 第二是我所有想用的东西 希望都能够放到台面上来 我看到了才能去用它 因为我自己是个比较懒的人 如果说我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特别是像我搬家之后 这边我连一个格层都没有 我底下只有一个柜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很难去想到到下面去拿东西 所以说我希望可以把所有 我要用的东西放在台面上 这样子我要用就直接可以去拿了 我自己呢其实特别自豪 特别满意对于我自己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打很多很多 很复杂的情况下去把它装饰好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容易复制的一种整理方式 像我这个洗漱台的大小 其实是对于很多的留学生啊 很多的单身公民 其实大小是类似的 或者说可能还更小 那么希望这一个视频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那么我们先从洗漱台的右手边开始 右手边对 右手边 右手边 主要放了一些我自己比较顺整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你卸妆膏啊 然后这个真的是超级方便 因为我自己又在淘宝上买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好多淘宝店 都特别特别喜欢送送手机架 然后有什么用 然后结果真的超级管用 那么次度放了一个卧室也放了 就是很方便 然后这边呢也包括了刷牙 然后呢一些洗衣粉 可以就是手洗一些东西 然后呢还有一个洗脸仪在这边 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些最常用的洗面奶了呀 还有一些需要用力的东西 我大部分都会放在下面 也就像说这个就是自动的这个洗手液 就是我整个自动让我觉得 有奢华感觉的一个地方 在我的左手边 是这个盒子就里面就是我的OK镜 哇好多年了 后面就是一个在Muji买到的收纳盒 那这个收纳盒呢里面就是放到化妆棉啊 棉心啊等等 这一边这个小箱子里面呢就放了一些乱七八糟很重的东西化妆水啊 它包括了这个秀脸衣啊 哎呀 包括洗眼液也在里面 还有西装水等等都在这 我现在就镜子重工之重了 我装了一个system 这个system是挺高的 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厉害的 我自己在墙上打了两个洞 然后把它给架上了 你没有任何人包 它是在瑜伽买的IKEA 那上面所有这些零配件也都是在那边自己搭的 它本身应该是用来如果说你是做手工啊 它会放一些手工的东西 或者是说把它放在书房 但是我看到它的第一反应是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洗手间 因为呢 你这种小东西我厕所很多 这些它当时在底下展示的时候 这里面放了一些放针见火的一些东西 就是什么一些线啊 一些针啊等等 那我在里面 第一个里面我放了一些棉签 第二个一些sample 第三个同样也是一些sample 因为每一层呢都会有一些东西 你看这个其实是放书的或者放杂质的 那我就把我的面膜横过来放 从我这个角度会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哎有哪一些面膜 我自己想用我就把它抽出来就好 那么这边也挂了一些面膜 因为你也放不下 那么其他的每一层呢大部分都是面膜 那这一层唯一的会放一些奇奇怪怪东西 一些很小的东西但也会用到 哎呀 比方说洗刷子的啦 然后呢有这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屈臣式的这一款 独立包装扁线牙线棒 这个是我每次回国都一定会买的东西 这个独立包装它是一个像叉里面 然后上面就是连了一根那个牙线 然后你就很方便放进去啊 就直接把它扔掉 就在扁你买到所有都是一个大包装 然后你带出去很方便 然后也很卫生 洗脸啊一些东西 我不太会用毛巾 因为我觉得毛巾放在厕所 平时很湿气很重嘛 然后就是你放在厕所它一干 就会有种奇怪的味道 所以我经常会用这个 它叫thinex这个hand towel 它是一个比较厚的一张纸 它虽然叫hand towel 在插手 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 其实我一般拿来擦脸 那我本来想把它架在上面 因为它这个是正好是应该可以让你架在 那个放毛巾的架子上 但是我发现架的这个 它的宽度太宽了这个架子 所以说放了一会掉下来 然后我就想不到 就干脆把这个剪指架在上面 原来我看它放在IKEA的时候 它是用来架胶带的 它后面有一根这个管子 然后就这样子连着 底下这个我自己看到说 这个真的超级适合 当垃圾袋 垃圾桶用 就它真的是很能装 里面你放一种小垃圾袋 然后像是放在一个塑料袋的里面 然后把它挂上去放在里面 这个system其实它最好的 是它只打两个动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想要放一些护肤品 注意可能会比较重 所以说你用的钉子可能要稍微大 装也超级好装 而且它很贴心的时候 因为你想它这个后面 它因为要挂东西 所以它需要离墙 有一半去 一半也挂不上去的 那它上面呢 就是有个架子时 它可以凸出来 因为上面凸出来之后呢 下面如果没有任何支撑的话 它会很容易晃 然后呢你就会天天天天天地 它后面就架了 就有一个这个垫子在这 所以刚好就是有一个支撑 厕所的洞一定要很小心地打 比方说我这个反面 是我的淋浴间 所以说呢 我的淋浴管 是从这个周边下来的 所以你在打动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第一次做的管子在 第二是尽量不要打在 就是有一个灯的开关的地方 或者是有插座的地方 因为那边一边是一边 一般是有线会在那边 所以说你一定要确保 你不要打到任何的管子 水管 你不要打到任何的点线 好了就是这样子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 多请大家多点赞 多多关注哦 关注了之后一定要注意了 要上面的那个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发新视频的时候 就知道了哟 你不会错过咯 好了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